第二题,如果乃于要测量单摆的周期,请问应如何测量 我们知道所谓的周期就是振动一次来回一次所需要的时间 振动一次要从某一点出发,经过上板上每一个点又回到原来的出发点 这样才叫振动一次 所以如果从A出发,要经过B,再到C,回到B,最后回到A 这样叫做振动一次 如果由B出发,要到达C,回到B,再到A,再回到B 这样才叫振动一次 所以第二题问我们说,要测量单摆的周期,请问应该如何测量 我们答案选的是珠,单摆由A到B到C到B再到A的时间